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英雄初上年的游戏现场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杨光 那么今天呢 参加我们游戏的 同样有我们少儿频道可爱的主持人 他们就是豆月姐姐 白毛虫哥哥 还有这边的陈奕姐姐和金豆哥哥 欢迎你们 同样呢 还有两位非常可爱的小朋友来到现场 来小朋友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马智博 今年八岁了 欢迎您 这边呢 我叫张露晨 今年九岁了 好 欢迎 你九岁 你几岁 你看这身高 你们体力怎么样 我很自信 释放了吗 因为是这样 金豆哥哥肯定是拼不过我的 对 所以我像金豆哥哥 金豆哥哥 这话听着怎么 我可不是挑事的人 我是听不过他 还没挑事呢 没有 到时候会派你上场跟他对 我一一比俩 真的 我最怕陈奕姐姐 有点早 一会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拔河比赛 好的 大象拔河 双方各派出一名队员站在高台上进行拔河比赛 同时双方各有一名队员站在惩罚区 拔河获胜的一方将得到选择发射器的机会 按下发射器 惩罚区将随机落下一枚大球 被砸中者将失去投掷飞机 要选礼物的机会 队员们加油吧 好 游戏马上开始了 第一位上场的队员是谁呢 小朋友 对 张红杉 加油 加油 来 放松 加油 来 这个 什么 对 好 听明白了吗 放松 放松 可以了 加油 来 我来保护你 没问题 你们好 我来保护你 预备 开始 还要有一定的技谋 加油 不一定是非要用力前阵阵阵 两位怎么都不敢使劲的样子 很斯文 对 好 小心 先站稳 好激烈 是第一位 是第一位 第一位 我来给你力量 好 我再给你力量 张红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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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样为什么 完全输在哪了 完全输在你们两个人身上了 在后面一直给孩子力量 加油 因为它已经往后倾 所以我们俩要顶重 结果呢 全火力的内力给大了 你们推过去了 它等于是你们的内力把它推过来了 证明我们真的有内力 对 你表现太棒了 那么现在的小朋友们已经站在了发射器的旁边 大家要选择一个发射器 我们看到金豆哥哥和毛毛虫哥哥已经站在了台子上 到底 杨娃姐姐 杨娃有一个问题 就是被砸中的那个人才可以最后获得奖是吗 被砸中的就不能获得奖 那我们刚才已经有什么 刚才你们只是获得了一个选择权 对 那就说最终的选择权在小朋友身上 张红杉 我给你们说 你们知不知道 站在这个台子上等待被砸中的惩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 就不要说那么多话了 好吗 都不要说那么多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小朋友请选择 我给你三二一 然后你就迅速地决定一下 左边 二一 右边 右边 再帮我 再帮我 来 好 现在获胜的这支队伍已经每个人拿到了一架纸飞机 他们一会要把纸飞机降落到相应的机场上 如果成功降落的话 就可以获得后面相应机场上面的礼物了 好 谁先来 小朋友先来 刚才你先来 到几点 好 加油 这不是纸的 邓哥 又退回一下飞机 我们飞到首都 好 来 飞到哪都行 太过了 好 虽然我们的小朋友没有能够获得我们机场上面的礼物 但是我们还是有鼓励奖要送给你 就是一本词典 对 好好学习 天天下帅 好吗 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也踊跃的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这里有非常好玩的游戏等着你 好了 我们休息一下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天天 天天 天天